焦點視頻蕭子迪開運教室的時間營光幕見到蕭子迪師傅 Hello 大家好 我是蕭師傅 師傅 我們承接上一集 上一集你跟我們講解了一些八字入門的理論基礎 今集我又再了解一下 我經常聽到有些人說他是特殊命格 這個名字很帥 他的命格是特殊 實質是否真是帥氣 是否真是有用呢 我要請教你 其實八字的特殊或特別命格都有幾種 比較流行的幾種有哪幾種呢 就是蟲格 尊王格和化氣格 一般情況來說這幾種命格是比較少人有的 雖然一般市面上也不是太多見到 一般是一些普通命格 就是那十神的命格 就是正財政官 偏才 七殺 正任偏印 食神相關 建禄和人人格那些比較普遍 這三種命格 蟲格 尊王格和化氣格都是比較少人 我現在講一下很簡介告訴大家 這三種命格的特別 蟲格本身的八字沒有印比星 沒有印比 蟲格有什麼聲 有什麼格呢 蟲兒 蟲裁 蟲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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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三種命格的特別就是 它沒有印比星 整個八字 它全部都是二黨組成的 還有一個叫蟲勢格 譬如蟲二格 蟲格分四種 其中一個叫蟲兒格 蟲兒格就是 它如果的八字沒有印比星 沒有字黨 全部都是由食神相關去組成 大部分整個八字都是食神相關去組成的 叫蟲兒格 蟲裁格是什麼呢 蟲裁格就是它整個八字 都是沒有印比星 沒有根 沒有語氣 之餘 它整個八字大部分都是以財星去組成的 就叫蟲裁格 好像蟲薩格那樣 蟲薩格就好像一樣 就是整個八字沒有比劫 沒有印星 沒有字黨 全部都是二黨 二黨就是全部都是 大部分都是以財星去組成的 叫蟲薩格 還有一個是蟲勢格 蟲勢格都是一樣 它整個八字 它都是沒有印比去組成 就算魚氣 筋都沒有的 只有它自己一顆而已 只有它一顆 自己比劫 蟲勢格什麼不同呢 就是它整個八字 全部都是由二黨很平均去組成 而它又不能夠可以很獨立去說其中一遍 就是說它原局的八字 食商財官殺都是很平均 很平均 但是它就沒有比劫 印星 同朵 全部都是二黨去組成 但是它又不能夠去偏向一方 所以它叫做蟲勢格 蟲勢格就是剛才說的四種 蟲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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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網格 專網格是什麼呢 就是一番相反 整個八字都是由同黨去組成 就是由印比劫去組成的 整個八字都沒有食商財官殺二黨去組成的 這個叫做專網格 化氣格來說其實就更少這個情況 化氣格其實就要和你的日主能夠合化到才能夠成功 為什麼能夠合化到成功呢 首先就是你合化之餘 第一 你的八字本身沒有東西去傷害你的日主 第一 第二就是你合化到 你要合化了那個星 譬如你是屬桂水 那有什麼可以和桂水可以五合呢 就是霧桃 霧桃可以和桂水可以合化了火 好了 合化了火了 它能夠合化了那個火 但是它已經變成了質 它已經不是一個桂水 它已經是一個火 但是這個火它不能夠再有 整個圓局不能夠再有水去黑它 之餘 還有它的八字要有很多木去傷它 它才能夠化到氣 就是說如果它貴水 要木桂化到火 化到成火的話 首先它的八字 它自己的水不能夠再有 因為如果有的話它不能夠化到 第二 它的八字要有很多木 要有很多木才能夠化到火 因為木去生火 第三 它的月令一定要有火的 譬如是自火 五火 或者它可能是微土 或者它可能是疏土 或者是入木 就是說它的月令一定要有火才能夠化到氣 所以整個八字來說 化氣格這個格局是很少 甚至可以說是最少的 從隔 專禍界的八字 可能每一百個八字可能有一個 專禍界每一百個八字有一個 但是化氣計的八字可能每一千個 可能只有一個 是的 嗯 OK 同樣 有另一樣東西 就是學八字或者學命理 我們有時也會聽坊間的說法 就是一柱論命 是 就是不用知道太多 八個字 懶得 兩個字可以 一柱 就知道你一世了 那你又怎樣看呢 其實一柱論命的準成度 就看看你是怎樣去算什麼 基本上你用一柱去論命 就基本上不能夠這麼仔細 一柱論命來說 基本上準成度就一定沒有 子命八字或者四柱八字那麼準 為什麼呢 一柱論命 那條柱其實只能說什麼 說自己 和說你的伴侶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因為一柱論命 你本身譬如甲子一樣 甲子 你本身就是屬甲目 就是屬甲目 下面那個通常是日枝 或者是夫妻公 夫妻公 如果是夫妻公的話 那通常一柱只可以表達什麼呢 自己的性格 或者是伴侶的性格 或者是伴侶的特徵 和自己一些特徵 那他不能夠很概括說到他一身的東西 或者可能他才可以說一些 一柱論命 可以說 剛才我說了自己的特徵 伴侶的特徵 就自己的性格 或者伴侶的性格 或者我可能很概括就是這樣 他的優點 缺點什麼 所以他譬如七才子錄的東西 他是不能夠說得到的 一柱論命還要是不合流連 不合大運 所以他的仔細度就不長 一柱論命只能夠很簡單 很概括說一下自己的性格 或者自己的興趣是什麼 基本上是不能夠拿來算命的 是的 嗯 OK 我經常都覺得 原學 命理 其實都是一門學術 學術沒有捷徑可以走 是 所以大家不妨了解多些 影片資訊欄有師傅的聯絡方法 可以請教一下他 如果特別可能 下年2022年 想知道自己的未來運勢會如何 可以聯絡蕭子律師傅 下一集我們繼續請教你 拜拜 拜拜